第一千三百九十一集 见他们脸色漆黑 都不说话 方平笑道 我也是给你们机会 你们想想 还有人没复苏呢 现在其他几位皇者一脉 势力微弱 这样合适吗 你们打死了 后来这复苏 捡了个大便宜 你们会高兴吗 要打 就等所有人都活了 那再打吗 方平教训儿子似的 教训天剑几人道 你们别胡闹啊 各方势力就你们最复杂 你们追随帝皇 帝皇什么情况 你们知道吗 他俩儿子都翻脸了 搞不好还有内幕在其中 杀到最后 你们发现咱们其实是一会儿的 死了亏心不亏心啊 天剑深深看了他一眼 二话不说 破空就走 其他人见状也不再言喻 纷纷离开 没法再战了 今日这一战 他们也觉得憋屈 而且还很莫名 先是助神使三道分身出现 接着是人间又冒出了一位圣人 蒋浩 然后是方平正道 接着是天贵被他打死了 总之 复杂的 他们也觉得 今日再战下去 真的有些没必要了 他们走了 彩蝶几人对视一眼 也不说话 纷纷破空顿离了此地 一天死了三位圣人 他们也胆寒了 方平很危险 天剑一方也很危险 此刻他们需要助力 要等各脉强者复苏才行 现在要折服 要恢复实力 不能再战了 风云道人见状也笑道 那老夫先走了 说着忽然道 地形呢 地形呢 海底深处 地形和明亭道人 两人此刻和那位地级妖兽 杀得精疲力尽 两人一腰对视半天 你看我我看你 不知道过了多久 明亭受不了了 开口道 还打吗 他们好像都遗忘了我们 圣人都死了好几尊了 还要继续吗 算了吧 地形说了一句 有些悲伤 我们三位地级在海底深处 打得天翻地覆 结果那些家伙都跑了 还打什么 方平正到了 也不说干掉这头妖兽 好像忘了他们 他都快气炸了 那头鲸鱼妖兽也开口道 你我只是受人之命 没必要再摘下去了 再不离开 无论哪方赢了 记起了我们 我们必有一方陨落 二位 两人一腰再次对视一眼 也不废话 迅速各自离开 今天这一战 打得他们也眼花缭乱 原以为方平危险无比 哪知道最终方平屠胜了 今日圣人都死了 三尊还打下去 他们死了都不值 别人会议论圣人死亡 他们也许连死亡名单都落不到 地级死了 没人在意 那就真的死得憋屈了 天地安静了 除了血雨还在继续 三尊圣人陨落 这场血雨 显然不会那么快结束了 真神死了一尊 李长生杀的 地级没人死亡 反倒是最强的圣人 今日死得最多 也是出乎所有人预料 而此刻 告别了雨薇和风云的方平 淡定从容地往地球通道飞 看起来淡然 实际上 方平已经疲惫地想倒头就睡 足足十位圣人对他们出手 若不是自己正道成功 今日也许就是人类的覆灭日 哪有那么轻松 太累了 累得他都想现在睡一觉 他累 苍茅也累 李长生和乌奎山也累 没一个轻松的 通道口 蒋浩看了一眼方平 什么都没说 看了一会儿 自顾自地离开了 今日之战 出乎所有人意料 他也完全没料到 最终会是 以这样的结局落幕 人族和地窟损失都不算大 倒霉的是南皇和人皇一脉 居然有圣人陨落了 这点谁能想到 而且红雨进入了假天坟 此刻蒋浩也需要好好思量一番 可能会导致的变故 方平也不管他 这时候的方平看着通道 脸上露出了笑容 回来了 又一次回来了 每次离开地球 他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再回来 就如今日若是风云他们出手 自己还能活着回来吗 哎呀 赌运气赌了三年了 希望下次是把握十足的出征 把握十足的回归啊 方平呢喃一声 自己总算有赌党一面的能力了 连战连结 当方平归来的时候 全球都是灯火通明 大家都在等待 等待人亡方平再次大胜归来 短短两月不到的时间 人族百战百胜 先后剿灭多方敌对势力 此刻 众人也都知道了天变的原因 强者云落 必有天变 地球血雨降临 显然是有强者云落 众人确信是敌人的 也只能是敌人的 人族绝颠境以上的武者 此刻太少了 一旦是人类的 那天就要塌了 所有人都在等着捷报 等待着人亡再度归来 再次通报全球 此次又大胜了 就如方平所言 他不倒 人族不倒 他倒了 人心恐怕要散去一大半 魔都地窟外 天目化身的老者 欲空而来 看向方平面露无奈 轻声道 老朽被一尊圣人缠住了 无法入地界增援 方平微微点头 笑道 木老忽悠地球便足够了 天目被地窟的一位店主缠住了 双方对峙了许久 直到有圣人陨落 那人才离去 这一点方平倒也没觉得不妥 没天目威慑 也许还要出大事 天目留守地球 倒是省去了很多麻烦和顾忌 天目见他没说什么 也微微松了口气 此刻的他也是极为震撼 死了三尊圣人 显然不是人族的 方平居然真的才九品经 此次正道之后 居然具备了圣人的战礼 太震撼人心了 之前他选择投靠人族 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天目不再言语 方平看向四方 天色已经黑了 可魔独依旧是亮如白昼 都在等着 方平笑了笑 这都快成惯例了 今天他不说几句 恐怕无数人睡不着 赢了 短短两个字 这一刻再次席卷四方 这比什么都动听 盛世 沸腾 无数人欢呼 无数人走出家门 犹如节日 欢心鼓舞 长生剑客 战绝殿妖族于禁忌海 正道绝殿 百战将军田木 临阵突破 正道绝殿 战地窟强者 入武王众人战场支援 必将大胜而归 方平声音回荡在四方 欢呼雀跃声越来越大 再次有两位 人族正道决颠了 短短十日 三位强者正道 也激励着所有人 方平顿了顿 语气带笑道 方某此次 也小有战绩 斩上古圣人两位 武王和镇天王 协助斩杀上古圣人一尊 无敌 无敌啊 只有无敌两个字 响彻世界 武王正道天王 人王斩杀两位上古大圣 人族巅峰力量 总算可以拿得出台面了 方平他们越强 人类越强越安全 而今 众人也知道了许多 知道了地窟的情况 知道了其他各大洞天 各大天外天的情况 其他地方 凡人都是蝼蚁 弱者都是蝼蚁 强者生杀予夺 弱者不敢不从 唯有人足 哪怕只是普通人 也享受着常人难以享受的一切 也许辛苦 也许劳累 可起码不会一觉睡着 已经魂归地府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昔日一些人抱怨武者待遇太高 而今早已无人抱怨 那是他们应得的 不但是应得的 应该给的更好更高 武者才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他们征战死方 将战绩拉到一羽 不曾让敌人踏入防线一步 付出了多少鲜血 常人难以想象 魔都 民众们高呼沸腾 雀跃 灯光闪烁 岔子烟红 烟花升起 这是在庆功 方平静静地俯工 四周 吴奎山几人已经开始 和魔都这边的武者交接 作战后安顿 没人和方平交谈 却也没人会忽视他 那一位为武者 看向方平 只有满眼的崇拜 人亡战四方 百战百胜 大劫一次接着一次 百年来 武者们的屈辱 人亡一一还了回去 没人再能压迫人族 昔日 外遇动荡 而今却是人族一路杀到禁区 逼迫外遇强者 顿逃外遇 深入内遇 不敢再犯境 三年来 人族局势越来越好 方平休武之时 恰逢地窟动荡 人族示威 天南地窟被迫 魔都地窟大乱 那时候 武道强者大多数人都很悲观 哪怕不惧一战 可也感觉人族要败 种族负面 为此 政府还提出了流种计划 随时准备 会让一群文明的种子流浪星空 可今日 没人再提 三年后 哪怕局势依旧刻不容缓 可人族击杀强敌无数 此刻 所有人都是信心十足 哪怕人族战败 其他各方也别再享有好果子吃 而这一切 和眼前这个年轻人关系重大 浮空的方平面色平静 眼底深处 确实难掩疲 人族越是对他期待 他越是压力重大 随着上古强者复苏 方平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绝颠的质变 只有一次 自己具备了圣人战力 可再想前进 太难了 如何应对那些天王 甚至是复苏的皇者们 人族还是不够强大呀 方平心中一语 他知道 人族现在还不够强 强的只是个别人 整体实力上 依旧落后许多 绝颠境 这次诞生了两位 看起来很多 方平还是觉得太少 地级这样的核心力量 也严重缺乏 心中想着事儿的方平 忽然觉得 自己好像遗忘了什么 下一刻 方平陡然看向苍茅 那边 苍茅疲惫不堪 打着瞌睡 点着胖脑袋 好像想入睡了 这时候方平看着他 苍茅有感应 抬头 有些无辜地看着方平 又怎么了 一人一猫彼此对视 半上 方平脸颊扭曲 大猫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苍茅茅茅然地看着他 很快点头道 细忘了点东西 那个拿了本猫 朱天剑的老头子 把杀的那头鱼带回来了吗 方平脸色猙獰 你再想想 苍茅一脸无辜 还有什么 方圆呢 方平咬牙切齿 你把方圆弄哪儿去了 这一刻 世界安静了 苍茅眨了眨眼 是啊 小胖脸呢 小胖脸自己要跑的时候 是不是给吃了 好像给吃了 苍茅记起来了 下一刻 苍茅张大了嘴巴 吐了吐口水 片刻后 一脸无辜的方圆 出现在原地 一看到方平 顿时委屈得不行 哭丧着脸道 哥 大猫好恶心啊 他把我吃了 吃了就算了 他还把我塞到了垃圾堆里 到处都是垃圾 苍茅的猫脸上满是不愤 咕弄道 谁说是垃圾堆了 明明是储物柜好不好 都是好吃的 方圆悲愤道 还储物柜呢 到处都是鱼罐头 都是烧烤 混杂到了一起 味道可难闻了 方平见他没事 也不管他的诉苦 看向苍茅 有些意外道 你把人塞哪儿去了 他也是强者 他也能把人给吞了 困在体内 可按照方圆的说法 苍茅好像把他塞到 储物空间去了 储物空间能存活人 苍茅嘀咕道 就塞到肚子里去了呀 你的储物空间 可以存活人 那不是储物空间 苍茅无辜道 那是本猫的仓库 专门存东西吃的 不说这个 为何可以存活人 啊 苍茅随意道 可能和本猫的猫世界 有关系吧 本猫的仓库 其实和猫世界 是连在一起的 可能撒了点 本源土进去了 仓库就能待活人了 一点本源土 方平看向方圆 那地方多大 方圆急忙道 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都是吃的 堆得乱七八糟的 哥 你别看大猫平 是挺干净的 其实特别邋遢 好多吃的都开封了 他就随便丢地上了 还有好多熟食 他吃了一半 又丢回去了 苍茅咕弄道 不好吃嘛 不好吃就丢回去了 以后没得吃了 再吃嘛 方平思想 你倒是会节省食物 关键是 这猫到底 从哪儿弄了 这么多本源土 一个足球场大的仓库 这也太大了 方平自己也用了本源土 在本源世界 具现了一片真实土地 很小很小 恐怕也就一张桌子 那么大的地方 就这已经算不少了 仓猫怎么会那么大 想到这儿 方平忽然道 你的猫世界 也有本源土 苍茅理所当然道 有啊 猫世界就是本源土铺地的呀 方平无言以对 不远处 天猫老脸抽搐 他觉得自己该走了 再待下去 他都要心脏炸裂了 那你怎么不把食物存在猫世界 苍茅看傻子似的看着他 那你怎么不睡在超市 吃饭的地方就是吃饭的地方 睡觉的地方就是睡觉的地方 未到难闻的话 猫世界我还怎么待呀 方平无言以对 好在方圆没什么事 方平也懒得再说什么 白白手道 你们先回家吧 他还有事 要出去一趟 仓猫也不在意 打完了 自己也好累 要回去睡觉了 要回去睡觉了 听说他们不际 过了 他突然要承受 都被闪了